后面还有网关调用链路加这个监控 很快 比较难啊 其实今天的课不太好讲 然后包括上次的课程也不太好讲 你们其实 你们其实这个应该能感受出来的吧 尤其是有点代码的这个层面了 但是还是能尽量去从里面抽取 我们想传给大家的一个意思 就拿今天的这个来讲 其实 这里 其实其实一直带回到的这样的一个 微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或者一个架构来做文章 首先我们说微服务 引入了这些微服务的这种模式之后 引发了各种引发了那六类六个大类的问题 那么 什么看我的本身是解决 针对那些微服务的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 框架 到目前为止 其实你更能理解一点 就是 Smin Cloud 人家是提供了这个一个一堆的这种解决方案 对吧 我们从里面去选择 适合 适合你们公司的这种方案来做 那首先那个池子里面有各种解决 服务注册服务发现的来解决这个 服务调用的 对吧 那我们今天选的是Uracle来作为服务中心 选择是像Ribon加Fain来作为一个服务中心 调用了这样的一个客户端 一个ACG的客户端 然后 我们选择了是 异常处理呢 是选择用Hetrix这里 用Hetrix来作为异常的处理 异常处理主要就解决端路嘛 对吧 解决这个 这个系统学功的这样的一个端路的风险 这都是当初限规则的 在我们讲过的地方 从这部分 其实是核心的我们讲完了 这部分 核心的讲完了 那整体的模式 其实你会发现 每一个组件 其中的每一个服务 我们基本上都是 创建一个StreetBoot的应用 对吧 创建一个StreetBoot的应用 那这个StreetBoot的应用 它 如果想去 它叠加上 比如说叠加上这个 这个注册中心的这样的包 那它就可以多为注册中心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端 把你叠加上的HatTrack这里的一个包 那它可能就是 具有了HatTrack端路系的这样的能力 你会发现 你的每一个应用 我们在去使用的过程中 主要就是那几个步骤 三步 对吧 进入使用步骤 然后呢 改这个 配置 就改你的POM 它的配置就是POM文件 我们也专门去讲了这个POM 讲了没有人工作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什么工作的一个思路 从POM来到解析 POM是一个基点的查找 在这里 有基点的查找 第二步 就引了这个对应的包之后 第二步就改配置 然后你引了这个服务端东西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容易的这样一个包 那你也就配一下这个服务端 做到中心的这个地址 这个账号密码 对吧 你引了这个 后来运行 还是确定的 对应的配置 配置完之后 第三步就是加注册 这个注册的一般 我们就是加在这个启动类上 整部的启动类上 它们都是深度计算好的 要么说它叫框架呢 框架就考虑到你各个方面的需求 然后给你做这种深度的绑定 你只需要去啊 按照按照这个框架的规范去开发就行了 那这是框架 然后我们现在做到这里 现在做到这里 还有一个 这边有个tower server 就是网关 网关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这个因为比较简单 我们不讲太太多这个设计开发方面的东西 我们就讲这个tower 自身的有功能 网关啊 网关啊 不说网关 也是flamecloud的这个 一个下面的一个读册 也是netflite netflite这个 这家的 他们这家的 为什么要用网关 这个应该比较 都比较清晰了 不用网关的话 那就是 就这样 就这样 这个样子 不用网关 看着啊 对不用网关的话 就是你外部怎么去 外部怎么去直接叫你的服务 比如你这个服务能够需要对外提供服务 对外提供一个借口 他也需要对外提供借口 你不能直接去对外去暴露 他也不能直接对外去暴露 对吧 那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入口 有个统一的入口 但是入口呢 就是一个网关 他来请 他来接触外部请求 同时呢 把请求 根据不同的流进 或者不同的这个 这个这个 属性转到对应的 这个具体的这个服务上去 这就是 网关的这个功能 网关的其实还有一个 还有可以做这个统一的生命健全 日记录分流 对吧 你请求都走他嘛 那你如果直接去调查 或直接去调查 那他每个统一样里面都需要去实现一些这个 日记录啊 日记健全的 功能健全的这样 生命健全的这样的一些功能 但都统一网关了 这些事情都可以在网关上面来做 这里有点了 这一个功能 减少了全的事实现有缓存认证 复杂度 那这个我们今天讲的是 做了这个网关 这个这里 做了这个网关 这是UF沙瓦 那网关呢 做了这个网关其实也是一样 也是他会去干什么呢 把微服务里面的这些 把做的东西里面的这些微服务来 做一个代理 你可以理解为 做一个代理 那只不过 他怎么就获取这些微服务呢 他也是 独生态去注射到这个 做的东西 从里面去取自己列表 那这是做的一个 网关的这样一个一个一个功能 简单建一个模块 很简单啊 给他为做建一个模块 这是什么 这是HATCH 给大家报道 我这里就不要了 这里关了 因为开太多的话 机器风扇一直在响 我给大家看看 多 洛费 1.8 装産 由于他需要 需要去注册到这个他需要去代理这个 微服务的这些这些这个监口因此呢 他去微服务就是从这个Urk上过去 因此他本身也需要注册过去 他就需要Urk的客户章 需要Urk的客户章的同时呢 他说明他是一个微软件的这样一个组件 那需要引入软件的一个包 对吧 那这个 是在这里你看 Urk的引入这个包 然后呢 这个我把这个AppTuber也拿过来了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关键的一个接口 然后 这是FlyCloud的这个基础的Management 其他的没啥 直接拿过来 直接拿过来 复网 然后给他露了一下 你看这包没有啊 没有让他去下载一下 OK 这个下载完了 完就引包 这个对引包然后拿第二步改配置 改配置 我们那做我的配置 就一个端口 然后呢指定了这个英雄的名字 然后去连接Urk的扣 这边连接这个SWO章的一个配置 这个块钱都一样了 嗯 嗯 加注解 第三步的 加注解 出锅了 SWO 是SWO看一下SWO的Proxy Approxy啊 不是SWO SWO OK 然后 Urk Client啊 它是扣单吧 买 Urk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启动我们的SWO 启动一下 啊 这就是这个SWO 马上里面要days吧 收件据啦 说啊 他做到过来就有啥用 有啥用 这里 不是我这样吧 我把这个怎么办 我把这个 对这里 我把这个management 加拿就是我把他的管理的 管理的那个接口给他 给他放开 我们不是引到这个acture的包了吗 那个包引了之后 你得加这个配合这个配置 才能够具有 实际上这个应用具有什么呢 具有这个acture的那个接口 就具有这个 具有这些 现在肯定不行 现在的话这个 loothost acture 你看他现在只有这几个 就一二三四 就这四个 那我们把他这个 给他配置 把这个心给他放开 这样的话 就会这个地方给能看到更多的 关键 就会暴露更多 这是暴露全部 这就更多了 其中有一个 其中有一个是这个这个 goot tops 你点下看一下 goot 点下一个是他 这说明啥呢 这个就是 这个就说明 这不是网关吗 网关不就是去 根据 根据这个请求路径 转发了具体的服务吗 对吧 转发了具体服务 那这里其实就是 展示出来了 目前这个配置 那么这个 toor server 他能够转发的一个请求 首先我们的这个 Urca cluster 然后呢 BealSource 转到BealSource上面 UserSource 转到UserSource上面 很明显 这是公认的是按照什么来读的 除了他自己以外 你看 关键不就是 BealSource 往BealSource转 Urca Gitup 这个Urca往Urca转 然后UserSource 往UserSource转 它们就是 注射到了 这个Urca之后 它就是把这个Urca上面 这些Source 原样多一个转发 比如说 我去访问谁呢 我就访问一万 这个 还是走网关访问 访问的UserSource UserSource下面 我这个请求就等于访问 这个请求就等于访问到谁呢 访问到这个UserSource了 访问UserSource UserSource下面不是有U的 不是有U的 这个借口吗 对吧 对吧 那我后面加一个User 那这不访问UserSource上去了 UserSource上面是不是还有一个 加一个ID 对吧 那它也一样 只不过我们这个都一万 那就走的是网关的访问 那这个就直接去访问这个 这个你的这个微服务 对吧 网关就是说 你是直接去访问这个里面其中一个服务 还是多网关 多一万 网关来去访问的具体的去用个服务 然后有了网关之后 就等于大家想我们不管你的微服你的这个Uerc里面有多少服务 你做他一百个服务也没关系 他们都有一个统一的入口 一万这个入口 对吧 都有做Source来转发进去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而且这个接口你看 这个时间也很简单 对吧 简单 BelSource也是一样了 BelSource BelSource有个Bel 对吧 对吧 一样的方案 然后你如果想去做什么呢 想去做这个 这个配置 想做配置 比如我不想我想加一个这种 这种 我用一个Source呢 不想用这个Source 我想用一个U字 加一个就是一个短的一个标数 BelSource然后想用个Bel 用短标数来做 那你只要再配置问题来就配就好了 做 这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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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的话我U字Source 这个U字Source这个什么呢 前面的Case呢前面的Case 你的这个Urk里面这个服务啊 就这个 就这个 然后你这个U字Source呢 就可以用U字Source来访问 到 好像看一下 原来访问的是U字Source 对吧 U字 好像冲起来了 嗯 现在就不用提高的Case 冲的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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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可以防得到 那同样的一件可以来这边刷一下这个 你看 因为U字Source也可以防得U字Source 必要呢 就可以防得BelSource 当然其他 当然之前那个 之前的这个原生的这个 转发它是保留着的 它是它是这个等于最佳的一个路径转发 之前的它不过3 就这个样子了 然后你也可以加这个什么 加这个冲写 路径的冲写 怎么冲写呢 这里 冲写 这里 比如想统一加一个APS 这种这种权绝 加入prefix 通过连prefix 写上APS 你就在这里 通过连prefix 比如APS 这样的话你的所有情绪都会有一个APS 就去加上APS的权绝 这个这个加了之后就会 它是一个权绝了 这个是一个权绝了 加了之后呢 你所有的这个接口 都会去用这个什么 用这个 必须加上这个权绝 他们就带用了 它里面有很多的配置 我们只是讲其中一部分 就是你做的 你它做的里面有很多可以做开足的 非常多 我们只是讲其中一部分 因为 这里面有这个 你没法 你要讲 每一个 功能其实都很多 不过 多 不止我们现在说的这点功能 它功能还是很强大的 它里面还有一些更细致的 细致的一个做法 我们就没讲了 基本上和和这个 命违这个层面 可能没太大关系了 这样的话 加个APS 你去下来防满这个原来的结果 你防满不到 最简单的就是来这里看 来这个路口里面看 看下在那里行吗 APS用的外网的代理 对吧 每个都加了APS 那你原来的情绪都加了APS 以上 APS 对吧 APS 这是网关 这个比较简单 我待会不提交了 这个 给你先换 你们自己来来电视了 网关